等一會,等一會,等一會,不好意思 我有點事,而且還是很煩 我希望老師你教我怎麼做 老師,不要走著 是這樣的,在我那班裡有個挺健碩的同學 我們都挺談得來,所以很快就很friend 還組成了棟篤二人組 各位你們好 我就是搞笑第一的珍貨遊街 我就是份量夠的搞笑能手,叫山血信也 我們加起來就是青春爆笑組 但是剛巧我們的班主任是個很難搞的人 見我們成績差就特地排斥我們 在班裡有什麼事都說我們兩個搞的 你說這樣我們不生氣就假了 所以決定要大反擊 我們偷入教員室打爛這班主任張台 你又試做一些這麼胡鬧的事 對不起 其實我都知道這樣不是很好 早上那晚真的出事了 那隻東西不單止打爛班主任張台 還破壞了整個教員室的東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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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手啊 我雖然拼命阻止他 不過他成隻牛 啊 啊 啊 根本沒有人制止到他 結果,班主任生氣得爆炸 開始調查究竟是誰做的 他還說絕對不會放過搞破壞的人 知情不報的人也要負上同樣的責任 這樣,你有沒有自首? 其實我也提議過他自首 但是,那個人說一定不會有人知道 而且他已經留了一年級 如果我再搞出什麼事 學校一定會趕他出校 到時他就要去福利機構 老師,你叫我怎麼做 你已經有了答案 好 等一會,老師 你不想說謊騙人 又不想告發你同學的惡行,是嗎 既然如此,你就什麼都不好做 等一會,老師 等一會 等一會 很痛 好,老師 你好,老師 神田同學搞定他的煩惱了 應該就是 其實我也想到怎樣解決了 你是說知道好朋友做錯了 你不想說謊騙人 但是又不想指證他出賣好朋友的事 那你會怎樣解決 老師上一次就教過我 這樣的情況,還有兩樣都不做 所以我 你會怎樣 我會跟老師說見到犯人 但是由於當時實在太黑 所以認不到那個犯人是誰 我說的是事實 但是又沒有出賣到自己的朋友 這個方法最好 麻煩你清醒一點 說到底你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逃避不去面對現實 你這樣自己騙自己 到頭來根本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但是這樣啊,老師 我給你的提示就是 既然你眼前是有兩種選擇 但是發覺兩種選擇都行不通 那就應該積極找第三種選擇才是 就這樣說可能很簡單 但是要實行的難度就相當之高 就算真是被你找到 要真正實踐都可能要花很長的時間 不過只要你相信這條路是正確的 無論將來會是怎樣 你都一定不會後悔 身邊的人始終會認同你的做法 就算 所有人永遠都不認同你 都沒什麼所謂 反正人要這樣 才會自強不惜 人腦最大的用處就是 要在困局之中 思考自己的出路 如果靠自欺欺人 就可以解決問題 這個世界就不需要有人 等一等一等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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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用這個方法來自強的 我看得出 老師你受過的苦 比我多很多 第一次被人送入再培訓中心 老師你真的沒想過要放棄? 老師 當時真的沒想過要放棄做老師?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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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了一生, 因為我提議和他自首 你是不是就這樣放棄? 我打算是否叫他自首 我跟他說要我們認真認錯 這樣其他人一定會原諒我們 然後他問會否趕他出口 我就說就算真的要趕他出口 我永遠都是他的好朋友 說完之後 他終於明白這個道理 和我一起去自首 純約這次真的會改過 希望老師你原諒他 好像你們這樣的廢物 真是死都沒用 對不起… 請原諒他 結果這個老師都願意原諒他 是不是這樣? 是 這就是老師說的解決方法 當你遇到困難 不知道要怎麼做好 就應該積極地去想其他方法 會不會老師都試過這樣? 用過很多教學方法 最後都是用嚴厲的方法來教我們 希望我們可以成才,對嗎? 老師果然厲害 喂!信友! 喂!信友! 他就是你那個同學 是 今晚他會在我家裡過夜 我打算今晚吃飯的時候 然後慢慢說給老師你的事實 讓他知道 是 好了,老師阿老闆 你們好 你們好 我就是搞笑空城第一的 德國有街 我就是勝在救東北的搞笑能手 我叫三葉信也 我們加起來就是 青春爆笑組 哎呀 不叫什麼動 從今爆笑組的成員就已經準備好了